Hello 今天就想跟大家拍一個MT's Video 我儲了一堆我用完 還有我已經不會再用的產品跟大家分享 一堆我用完的東西就是一些卸妝的產品 我真的儲了很久 那卸妝的產品 首先我先說一堆買這個 這個是紅水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呢? 因為我自己說過我是用綠色的 但是聖誕的時候 它就做了一個GIFT SET 它就有這個泵頭 這樣按出來泵 我覺得很方便 而且我不知為什麼突然織起了一條筋 看到就很想買 我特意去Counter 在旺角樓方的Counter買的 它有兩支 結果我用了這麼少 我已經知道出事了 不行了 是出粒粒了 搞不定了 然後卸妝能力又不高 我最後要用你抹手背 有時候你放粉底上面 然後拿掃的 之後我就用來抹手背 綠色那支是不錯的 我真的喜歡的 但是紅色這支是 我想如果你是一些容易生暗瘡的朋友 不要試這個了 這個真的很好 就是Nature Glace的Point Makeup Remover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上一條Empties的影片裡也有說 所以我輕輕帶過 這個產品要搖勻它 就是藍色白色 就是藍白好像Longcom的那支 混合的 你搖勻它之後 就倒在卸妝面上 然後就抹抹 我覺得這個是乾淨 但是這個呢 它射不到防水的眼睫毛 眼睫毛 那些是不行的 而且如果下了眼 我覺得是冷眼 但是其他面上的位置 我覺得是很OK的 射得乾淨 不會說 用了一段時間出些油脂粒 我是喜歡的 通常我好像是買三支一套 我忘記了是五百多 六百多 那就是三支 那這個我是喜歡的 就是RMK的Cleansing Balm 它是有玫瑰在裡面的 所以這是我朋友給的 因為他說我敏感玫瑰 我不能用 然後他就給了我 我覺得這個Cleansing Balm 其實是不差的 但是我覺得它洗完 你不會有一種覺得很乾淨 毛孔很吸氣的感覺 但是卸妝能力不是特別強 又不是說洗完很舒服 我自己不會買 因為這個我想可能他也是 買幾樣東西 那些GIFT SET 那些 因為這麼小 我就覺得不一般 就是 不是特別好 Lizzo E的一支 就是一支小的 50ml來的 之前訂了一些小的 打算去旅行的時候用 但是上一陣子轉季了 皮膚很不穩定 我就打開Lizzo E來用 因為我剩下這一支 我已經沒有了 真的很舒服 就是你洗完是覺得毛孔在吸氣 你是覺得很乾淨 但是又不會有些碗 洗到 洗到 搓到聲音 不是那種感覺 它是洗得很舒服 還有就是如果你是 真的容易測暗瘡的朋友 這個我是超級推介 特別是 一些玫瑰座瘡的朋友 它是很有用的 唯一缺點就是 香港不能買 可能我會再訂 如果訂的話 我就會在Facebook page 說 清潔面膜 有兩個用完 一個用了一半 我已經完全不能接手了 是Selborn 這個Collagen Clay Mask 它是有5%AHA 和Green Tea的 我一開 很臭很臭很臭 我想可能是因為它有 5%AHA 所以是一些 專門針對暗瘡問題的面膜 我自己的皮膚 不是說超級無敏感 但是呢 我用完它之後 我已經覺得很膩 你一放在臉上 已經覺得很膩 我就知道不行了 完全用不到 可能它AHA那裡太高 5% 我自己受不了 我自己可能臉皮 也比較薄一點 所以呢 就 不行了 我真的用了它 一兩次 因為用完一次之後 我覺得不行 我就想給它一次機會 但我一開始覺得很大的味道 我是覺得 好像全部都是 化酒的味道 我真的用不到 那這個是 我真的不行的 那另外兩個呢 一個就是 Lizzo的Dip Cleansing Mask 我自己是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 它的清潔力夠 有些面膜 就像Origins Out of Trouble 10 minutes Mask to rescue problem skin 我覺得它的清潔力是不夠 如果你說皮膚很沒問題 又不是很髒 又沒有什麼大問題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做很多 那 不過這個 我想應該是OK的 就是你會覺得 已經夠乾淨了 那 那如果你說 香港 我覺得 污染這麼高 你出去 我真的覺得 出了街已經很髒 因為很多塵 飛過來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夠 或者 其實我以前 也有一段時間是喜歡的 特別 記得我在英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已經夠 但是 試了更多的產品 之後 我覺得它的清潔力是不夠 這個的清潔力是強很多 但是相比一下 這個是快乾一點的 這個 就沒有那麼快乾 不過其實 一些清潔面膜 都不建議敷多過15分鐘 其實你敷10分鐘已經夠了 你敷太久 是抽乾皮膚的水分 令你底層覺得很乾 就出油上來 那就更加多的問題了 好了 這個就是Believe的 Fersaid Anti-Hangover Soothing Mask 我自己一向都是用開 Aqua Rush的 那個面膜 我上次在Counter的時候 他就介紹我這個 Anti-Hangover Soothing Mask 他就說 如果你是 異敏感的朋友 這個是比較好 它是有陽金谷的成分 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我覺得它的保濕能力 是不夠 我只可以說它是一個舒緩的面膜 它不是一個保濕的面膜 那可能是預期的問題 因為我當初買的時候 我是希望有一個保濕的面膜 因為我記得我買的時候 上兩個月都會冷的 就是涼一點 我是想有一個保濕的面膜 但結果我用這個之後 不是很保濕 不過它舒緩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超級無敏感的朋友 我建議你用這個 Hangover Soothing Mask 但如果你說我想買這個面膜 是用來做保濕的 那這個就不適合你了 你買回Aqua Rush的面膜 就不會令你失望 你說它 我推不出價會不會再買呢 我不肯定 還有一個類型 就是頭髮的產品護理 我有三支 不如先說洗澡水這個 這個就是深層清潔洗髮爐 它就是資生糖的品牌 這個叫做Extra Cleaning 我以前沒有特別覺得要做Extra Cleaning 但這個是PRG 我會寫完在下面 如果產品打光星星 我會在下面寫完哪些PRG 給我哪些我自己買的 其實你們打開看就知道 我一向都會很公開地告訴大家 這件事 這個呢 我覺得是 他寫了給我 我就覺得 好吧 那就試一下吧 是不是這樣說 我真的蠻喜歡 之後我一個星期左右 我就會用一次 做一個好像深層清潔感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原來連頭髮也要做Mask 自從我上兩個星期 如果你看我Vlog 看到我做Hair Spa 好像上了一堂頭髮狐狸 因為他教了一些東西 我從來都不知道 我以為 頭髮就要洗頭 護髮素 就可以了 Hair Mask 原來還要做 深層清潔 摩沙也要做 對了 這個呢 如果那個Spa 就是貴很多 如果這個 萬寧那些買 最多買100元 那深層清潔 我一個星期用一次 我用完它 真的覺得頭髮乾淨 你用完它 你是不同的 這款跟普通的Sampoo 你洗上去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洗完的感覺更加不一樣 你這款是覺得 是真的乾淨的 你真的洗上頭皮的位置 自從我開始了這個習慣 或者一個星期用一次之後 我是覺得 頭髮乾淨了 沒有那麼容易出油 還有就是 感覺很良好 特別我用完這個那一晚 我是覺得很開心 就是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心理作用 是什麼 總之你覺得是特別乾淨的 所以我會繼續去 再買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全尺 總之買它的大版也好 買回這個 一個星期用 我是真的喜歡 我想我現在做 沒有了 其實應該 很少 可能 每一次用不用很多 其實這個真的不用很多 但是不是很多的時候 你已經是 你已經 感覺到是在洗 就是你會把泡 另外兩件事呢 就是髮油 其實都很相似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用髮油 有些熱保護 就是你夾頭髮之前 你用過防熱的產品 普通用 shampoo洗頭 可能未必洗得乾淨 好像臉一樣 你也要敷深層清潔面膜 這個也是用深層清潔的洗頭水 這兩個都是頭髮油 這瓶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你看到所有雜誌 都會介紹 這瓶 這瓶就是 Lizzo的 髮油 兩瓶 我覺得這瓶 比這瓶香 這瓶 是天然的 不過 如果你的頭髮很乾 我會提議 因為我覺得它 比Lizzo的 滋潤 如果你的頭髮不是很乾的朋友 我覺得這瓶已經足夠了 因為 對一些頭髮很幼的人來說 它太黏 而且好像很重 反而 增加了重量 令它很扁 很扁 我覺得 如果你的頭髮是偏幼的朋友 就不要試Moracanol 這瓶 我覺得 如果你頭髮是偏幼的朋友 這瓶是不錯 特別是香港 如果你的頭髮有 千年沒有這個 太黏了 但如果在外國 頭髮又很乾 又會比較順滑 我覺得這個 超好 就是這樣 我這瓶產品 存了很久 特地存在一次 我可以把這些都放掉 因為已經 用完了 或者是 我真的 不可以再用了 這些啊 這些啊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